没想到我以为今天因为下雨可能再加上最近活动很多 大家都挺忙的 没想到这个所以先对大家真的表示感谢 本来今天呢我是想主要是想讲一下这个关于科本哈根气候标签大会的情况 因为这个大会虽然是已经结束有好几十来天了 但是媒体呢录后续续还是有一些关于这个气候标签的报道 而且有一些这个关于中国的一些不实的报道 这气候变化这个问题呢在未来的可能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 还是大家争论和关注的焦点 那么所以我们还是想利用这个机会跟大家谈一些情况 希望大家呢如果可能的话也多替我们做一些澄清的工作和这个宣传 让大家让公众对中国到底在这个科本哈根气候大会上起了多大的推动的作用 以及中国在节能减排方面采取了具体的措施 让大家了解真实的情况 我本来是准备了一个稿子 但是呢我想可能因为现在这个时间的关系大家也很忙 为了大家的方便我想要不然干脆我把这个稿子就提供给各位 然后你们去这个我在这儿就不照着念了 这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呢已经于12月19号结束了 虽然这个气候大会变化大会已经结束了一段时间 但是呢一段时间以来媒体仍然在报道有一些关于这个气候大会的情况 而且呢这些报道呢有些是失实的报道 其中有一些关于中国的一些不实的指责 那么我想借这个机会来澄清一下 一个是我们对各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取得的成绩的评价 另外一个希望大家了解中国为气候大会取得成功所做的积极的努力 此外呢中国为节能减排做了大量的工作 我也希望借此机会让我们的这个观众和读者更多的了解 那你认为就是说这个大会就从中国这个方面来讲的话 主要做出最主要的努力在哪些方面 我认为中国最主要的努力一方面是中国自行在节能减排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而我们的这种工作是不与其他国家的工作挂钩的 是我们自主做出的 我们做出的关于节能减排的承诺 是受到这个国内舆论的监督 也这个受到我们国内的这个公众的监督的 另外一方面呢 中国还做的这个努力就是在这个气候变化大会最后两天 各方都认为气候变化大会不可能取得一个具体的成果的时候 中国的国家领导人这个国务院总理温家宝 做了与各方做了大量的协调工作 与各方积极的这个会谈 让大家在最短的时间内凝聚共识 而且在最后呢 还是达成了一个各方能够接受的协议